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的桑礼,2003年4月7日,张国荣切公祭的桑礼,于香港殡仪馆举行,切零直至翌日,4月8日,早上大脸后出殡,由唐先生以至亲的身份,与亲友打点身后事。 大批歌迷聚集于殡仪馆外,情况更出现混乱,到场出席其桑礼的歌手众多,于张国荣生前的好友梅艳芳,张学友,黎明,陈慧嫚,周慧敏,谭永伦,李克勤,陈奕迅,草猛,许致安等悲痛至一不成声。 他生前的三位置友,导演徐克,填词人黄占和艺人张学友分别致道辞,其中当张学友开始致辞时,表现冷静的亲友开始频频息累,而黄占在致道辞中更一度耿烟,表示张国荣是上天赐予大家的一个礼物,更责怪上天为何要突然收回这份礼物。 全场人听到后亦激动抽一,其中梁家辉,张学友及梁朝伟三位从未曾在公开场合息累的硬汉,更是哭到全身抽搐震斗。 随后徐克,张学友,关锦棚,刘培基,梁家辉,林直,刘迅豪,罗建基等八位他的生前知己为其扶令。 宋别张国荣最后一程,出殡后围体经北角香港殡仪馆宋王哥连神各火葬场火化。 海内外多家电视台,军现场直播报道葬礼实放。 第二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4月6日举行, 不铺红地毯,香港四大天王合唱张国荣的当年情,电影英雄本色主题曲。 4月9日,第二十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在文化中心开幕, 为张国荣默哀一分钟。 张国荣的灵位设于沙田堡福山,白色石碑上的照片旁, 专刻着当年情常在心,红尘梦醒无陷,出自林直的首笔。 于同年的11月及12月,著名田池人林振强, 影声阿寿良以及与张国荣感情深厚的好友巨星梅艳芳, 亦也先后遗陷辞世, 因而2003年被视为香港娱乐圈最悲痛的一年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 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。 拜拜。 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